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女人已有韵度,被我婆婆一口一个心嘎地叫着,往她手上套祖传的镯子 陪景看着她,眸中一片温柔宠溺,好一幅温情默默的画面 好在,她们的幸福马上就要被打破了,因为我的死讯很快就要传来了 我飘在空中,看见我的身体蜷缩在小院的雪地上,确认了一件事,我已经死了 也许魂魄还要几天才散吧 我安慰自己 地上的手机闪了几下,是陪景打来的 准确地说,是她回过来的电话 手机一直闪烁,直到因为低温保护关机 阿景,现在回电话,太晚了 我已经接不到了 本来我是打算安静死去的 可是那时候,雪下得太温柔 秋千的枝啊,也太像小时候陪景推着我高高荡起的声音 我突然就想好好跟她告个别 她还不知道我得癌症了呢 只是我打过去,立刻就被挂断了 我顿了顿,还是打开了苏颖的朋友圈 果然,她又发了个视频 在陪景给她买的别墅里 陪景和她妈妈围着她捧着呵护着 配文,救命,快被宠成小傻瓜了 笑哭,我放下手机 不想再看陪景和别人恩爱的画面 为一阵紧缩,再次涌起剧痛 我跪倒在地,大口大口吐血 洁白的雪地,请客被染红了一大片 我艰难地爬起来,重新坐上鞦韆 真是的,临死了还给自己添堵 救人,救世,救景 她如今心人在怀 怎么会想看这些早已远去的东西 所以最后,我还是没有跟她告别 我环顾了一圈这个满是回忆的小院 破败,萧索 只有寒风穿堂而过 爷爷奶奶早已去世 我和陪景也早就搬离了这里 无人看顾 除了我坐着的这个鞦韆 其他东西早已是破砖断瓦 不负小时候的模样 景不负当年 仁义不负当年 我自嘲地笑笑 鞦韆一晃一晃 静谧的小院里 见或有雪速速从石榴树滑落的声音 我恍惚听见奶奶慈爱的招呼 小冬儿 小景 快来吃烤瓷疤了 炉火上 雪白的瓷疤烤得香喷喷的 软软糯糯 陪景掰下一块 烫得不停呼气 在小瓷碗里 蘸一圈亮晶晶的白糖 递到我嘴边 快 趁热吃最好吃了 瓷疤真好吃 我幸福的眼睛弯弯 陪景看我吃得开心 眼中的期待得以满足 比自己吃了还高兴 又耐着烫去给我掰瓷疤 那时候的陪景真好啊 最喜欢宠着我 每次收到爸妈寄的零食 玩具 都第一个送来给我 他揣着零食一脸傲娇 小冬儿给哥哥笑一个 笑一个我就给你吃 我才不理他呢 我知道 不管我是笑是怒 最后他都会塞给我的 那时候你要是跟我说 陪景以后会护着别的女人 任由他重重删我一耳光 我恐怕会大骂你神经病 陪景的父母忙于工作 我爸妈忙于离婚 于是我们便都成了留守儿童 住在爷爷奶奶家 可因为有对方 我们一点都不孤独 我们一起对付那些骂我们野孩子的坏小孩 一起放学写作业 一起趴在书桌上打瞌睡 然后被爷爷挨个敲醒 十岁那年冬天 我因为水痘晚上突发高烧 正逢村里的老人都去参加祖祭 只有陪景在我家跟我作伴 陪景不顾传染的风险 顶着风雪 半夜背着我去镇上的医院 我烧得迷迷糊糊 趴在他的背上 难受得直哼哼 他就一直在哄我 小冬儿别怕 马上就到医院了 到医院吃了药 就不难受了呀 那时候他也不过十二岁 少年的背还很单薄 却硬是咬牙背了我几公里 拖着我的手臂一下也没松 周围都是无边的荒凉雪地 我搂着他的脖子 听着他的声音 无比安心 所以请原谅我 后来不管他怎么伤害我 我也做不到洒脱的放手离开 几天了 我的身体还是静静地睡在雪地里 我忧愁地想 这要是不小心被看到 一定会把人家吓坏吧 哎 当初我想着死后百事消 可真没想过 还要操心自己的后事 我决定去找裴景 看能不能托梦 告诉他我死了这件事 说不定入恋之后 我的灵魂就能消失了 没办法 我也没有别人可以找了 好歹他的名字 还跟我在同一张结婚证上 辛苦陪大律师来给我收个诗 也不算过分吧 离开前 我又看了一眼这片雪地 十五岁那年 裴景就是在这里跟我表白的 他在一个出雪的夜晚 敲开我的窗户 神神秘秘地说 要给我看个东西 我迷迷糊糊穿着睡衣刚走出来 就被裴景裹上了温暖的大衣 然后小心翼翼地牵着我走到雪地上 小院中间 有个脚印印出来的巨大爱心 整齐圆满 雪色映着月光 明镜柔亮 彼时的裴景 已经拔结成长为一个俊朗的大男生了 他红着脸 欲言又止 直到我打着哈欠做事 要回去睡觉 裴景才急了 憋出一句 林木东 我喜欢你 我那时被他惯得不像话 骄纵得昂起下巴 这点小事还用你专程告诉我 裴景愣了几秒 又气又笑地来挠我痒痒 我笑成一团 断断续续回应了他 我也喜欢你的 阿景 我还记得裴景那时的模样 他开心又拘谨 只知道抓着我的手 眼睛很亮 一瞬不瞬地看着我 似乎要把这一刻铭记于心 雪花像礼花般缓缓飘落 落在他的细碎的发梢和纤长的睫毛上 少年眼中盈盈有光 只成的下一个我 对于那时的我们来说 那份情愫早已心照不宣 确实不需要说出口 我飘回了我和裴景的家 只是没想到 苏颖也在 裴景看上去有些烦躁 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最后停在阳台 点了根烟 明灭飘渺的烟雾中 看不清她的表情 苏颖是第一次进我们的房子 对墙上的照片 餐桌上的杯垫 沙发上的毯子 都好奇地翻翻简简 她从我的冰箱 拿出一轮白色的圆盘 笑嘻嘻地戳了戳 这是塑料吗 硬邦邦的 怎么放在冰箱里 好奇怪哦 裴景回过头 那个是瓷巴 烤一烤就会变得很软 等等 可是来不及了 苏颖已经随手 把她扔进了垃圾桶 咚的一声 我捏紧了拳头 早知道我死之后 苏颖会堂而皇之地 进我家翻我的东西 我就该一把火烧了再走 苏颖不好意思地吐吐舌头 啊 手太快了 阿景 你别怪我好不好 裴景看着 躺在垃圾桶里的瓷巴 沉默了片刻 算了 也不值钱 等木东回来 自己再买吧 苏颖有双无辜的眼睛 撒起娇来娇软可爱 摇着裴景的手臂 总是容易让人心软的 上一次听她这样撒娇 叫的还是裴总 那时裴景已经是知名的律所合伙人了 依然很忙碌 我也没改掉给她送饭的习惯 那天送饭去 她正在开会 于是我放下保温筒就离开了 出去发现车钥匙吊在律所 于是回去拿 他们不知什么时候散会了 在裴景的办公室外 我听见女孩娇气地抱怨 怎么总是这几个菜啊 都吃腻了 她就不会换别的菜谱吗 我疏然推开门 裴景和苏颖坐在办公桌旁 分享着 挑剔着我精心为她准备的晚餐 我语气有些僵硬 阿景熬夜多了 这是专门做给她的食疗菜谱 没专程给苏助理准备一份 不好意思了 苏颖吐吐舌头 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看着裴景 对不起了 裴总 我以后再也不挑食了 裴景并没有意识到什么不对 还有点嫌弃 递点了一下苏颖的脑袋 木东稳重懂事 才不会计较这点小事 你以为都像你一样幼稚啊 才不是这样的 从前 裴景从来都不要我懂事 从孩提时期到情窦初开 从老宅小院到繁华城市 他总是说小冬儿无忧无虑 开心就好 什么事都有他呢 直到我十七岁那年 那一年 裴景家中突逢变故 父亲因生意失败 跳楼 母亲整天以泪洗面 现实一下打断了风花雪月 年少懵懂 裴景开始打几份工 经济和精神上的重担 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难得的一次见面 他难掩皮态 勉强笑着 小冬儿现在要乖一点了 我不在你身边 要自己照顾好自己 我很心疼他 想着该我对他好了 那么 我就不要他给我准备惊喜 不要他早上打电话 叫我起床 不要他那么远坐车来陪我过生日 不要他为我付出那么多了 为了帮他还账 我也打了两份工 我知道他不会接受 所以每个月都把工资 和省下来的生活费 偷偷转给他妈妈 自己只留一点点 靠馒头 青菜和免费汤度日 做梦都梦见红烧肉 记得奶茶店那份工下班很晚 回去的路上被人跟踪 我一直飞跑到寝室 才捂着狂跳的心脏哭出来 脚崴了也没发现 一个人瘸了几个月才好 这些 我都没有告诉他 但裴景还是很内疚 总是说对不起 让小冬儿跟我一起受苦了 我说没关系阿景 一生很长 你以后再对我好啊 裴景眼眶通红 把我的手放在心口揉了又揉 木冬永远都不要离开我 好不好 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我会的 他说这话时 神情认真的近乎偏执 我不得不信 我怎么会不信 说好的 是一生 结果不过十载光阴 亦是天翻地覆 沧海桑田 他将年少时 对我的宠溺和爱意 全都给了另一个 娇纵爱笑的女孩 其实我早该感觉到的 她不再叫我小冬儿 不再花时间哄我 她夸我懂事 体谅她的时候 眼中其实是带着遗憾的 遗憾那些天真无忧的年少 已经在生活的魔力中 暗淡无光 其实在苏颖刚进律所 她们还是清白 不用避嫌的时候 裴景曾多次跟我提起她 新来了个小姑娘 提得不像话 真拿她没办法 她说这话时像是烦恼 眼中却带着笑意 穆冬 她真像你小时候 我都不忍心罚她 就算是这样 我没有怀疑她 直到苏颖一次次越线挑衅 她出租屋停电的时候 哭着打电话给裴景 在应酬上喝醉后抱着裴景不撒手 让裴景不得不照顾她一晚上 在庆功宴上大胆地将奶油涂在裴景脸上 然后亲上去 惹得同事围着起哄 为了她 我一次次和裴景争吵 我以离婚威胁 要裴景辞退苏颖 裴景揉着眉心 语气烦恼 木冬 苏颖只是孩子气 你过去也是这样天真 应该最能理解 为什么要这么容不下她 以这样的理由 辞退一个小姑娘 你让她以后怎么办 她眼中是深深的失望 仿佛不认识我了似的 木冬 你怎么会变得这么刻薄 在频繁的争吵里 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僵 我开始抑郁 整夜整夜失眠 每次疲惫地想离开的时候 年少的裴景总会出现在我的记忆里 她长身玉力站在雪地里 手心温暖 看着我的眼眸干净又浅全 她还是阿景吗 我的阿景 怎么会舍得这样对我 我离不开她 只好怀疑自己 真的是我多疑吗 他们是清白的吗 我是不是该大度一点 不过不管怎么吵 裴景都不肯离婚 我也下不了决心 我们就这样揪揪缠缠 直到今年盛夏 我去医院拿检查报告 出来就碰上了裴景 电梯口人潮拥挤 她一手搂着苏颖的腰 一手护着她的肚子 生怕别人碰着了她 那份小心翼翼的珍惜 刺得我眼睛生疼 我隔着人群 抓着胃癌诊断书 握着发出盲音的手机 在四十度烈日的烤灼下 无论怎么深呼吸 牙关还是颤抖的指都止不住 那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 他们在一起 所有的自我安慰 心存侥幸 在那一刻 被击得粉碎 裴景看到我的一瞬间 只剩下慌乱和震惊 我丢掉了这些年的 懂事体谅 一巴掌打在那张 我曾经深爱过的脸上 含泪质问她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清白吗 还没等我问出一个答案 苏颖冲上来 狠狠给了我一耳光 打得我猛了几秒 她用娇小的身体 气势汹汹地 护在裴景面前 你凭什么打她 小时候 我和裴景打过很多架 所有人都知道 打了裴景不要紧 但要是打了我 裴景一定会疯了一样 跟他们拼命 我还从来都没有 被这样打过 我被怒火裹挟着 等回过神来 已经很不体面地 和苏颖撕扯在了一起 周围都是看热闹的人 裴景想把我们分开 拉扯中 苏颖跌坐在地上 痛苦地哀叫一声 裴景下意识地将我推开 然后紧紧把苏颖护在身后 她语气急躁 目冬都是我不对 可是苏颖怀了我的孩子 你这样会伤到她的 别闹了 好不好 我的心仿佛被利刃狠狠动穿 因为那件事 我早已不能怀孕了 我以为这是我和裴景 共同的伤疤 不愿提及的痛点 原来只有我一个人在原地 她自有她心的天地 胃里一阵脚痛 嘴唇也磕破了 口齿间里弥漫着血腥的味道 我恍惚想起 曾经的我咬到舌头 裴景都要心疼半天 周围都是看热闹的人 有的在议论纷纷 有的举起手机拍摄 苏颖背护得很紧 只有我毫无防备地站在那里 被镜头和留言包围 至少不能哭出来吧 我想 我死死忍住眼泪 别哭 别多添一个笑话 谢天谢地 医院的保安赶来将我们分开 也将我从一生中最狼狈 最悲惨的地方带走了 当天晚上 裴景来找我 我反锁了不肯开门 她就在门口坐下了 隔着门 她一直在说话 也不管我理不理她 木冬 那个孩子是个意外 那天是我喝多了 把苏颖认成了你 她和你太像了 我忍不住去照顾她 可我真的没有打算背叛你 只是 苏颖清清白白一个小姑娘 她怀了我的孩子 我要是不负责 她怎么活得下去 对不起 木冬 等孩子出生 你打我骂我都可以 到时候 我会给苏颖一笔钱 送她出国 我们就当领养了一个孩子好不好 那样 我妈也不会再逼你了 木冬 我永远不会跟你离婚的 我会用一生来弥补你 木冬 你等等我 裴景天天来找我 苏颖也不是擅茶 每次都会跟来大吵大闹 也许是上次的冲突 让她心有余悸 生怕我们再次动手 为了孩子平安出生 她不再来找我 只是每天发长长的信息 跟我描绘以后的生活 企图安抚我 我拉起所有窗帘 一个人缩在暗无天日的房间里 自虐般翻着苏颖的朋友圈 看着她专程秀给我看的恩爱 半夜腿抽筋 还好有裴先生给我捏了一碗上腿 心心念念的限量款买到了 裴先生好棒 有的人呢 课长课又满身晦气 还奇怪男人为什么要离开 笑死 裴景还在殷勤地给我发消息 木冬 你再等等我 他真好笑 他好像以为 他只是出走一段时间 而我永远会在原地等他 等什么呢 等孩子出生 还是等我死 照我这样醉生梦死 不管不顾 病情恶化得飞快 恐怕是赶不上满月酒了 回想这一生 我们拥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 可我们的最后一面 是他护着别的女人 给了我一巴掌 我飘在裴景身边这几天 没能脱梦 到时看到他一直在找我 他越来越不安 连苏颖也不陪了 每天对着我的号码打电话 期望听到接通的声音 这天半夜 裴景猛然惊醒 他喃喃念着 木冬 木冬 他一定是回去了 裴景连夜开车 穿过茫茫雪原 走过他背着我 走过的那条小路 终于在黎明时分 抵达老家的小院 小院早已围满了人 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真可怜 怎么一个人死在这里 年纪还很轻啊 吐那么多血 估计死得很痛苦 手里还握着手机呢 也不知道是打给谁了 裴景急匆匆地挤进去时 只看到我被血埋了 大半的躯体 他疏然红了眼 劈了命地要把我抱出来 却被围观人群拉开 哎呀你这人 想干什么 我们已经报警了 警察说了要保护现场 可不能过去啊 裴景被几个人 死死拖着不让动 隔着鸡米的距离 他呆呆地看着我 声音在颤抖 小冬儿你别吓我 你做了什么 你别吓我 你别跟我开玩笑了 你怎么会 那个死字 在裴景的猴头 梗了又梗 还是说不出口 小冬儿你醒醒 我给你推秋千 你起来好不好 你快起来呀 我飘在空中 悲哀地看着裴景 绝望的嘶吼 回荡在空中 阿景 我对你来说 真的还有这么重要吗 葬礼过后 我的魂魄依然在 我看到裴景抱着 我的骨灰盒 任由旁人 怎么劝都不听 执着地想要 将自己冻死在这里 他一直在喃喃自语 小冬儿 你病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一定很痛吧 我看到了床头的那些药 你明明最怕吃药了 总是要哄着你才吃 为什么不告诉我 为什么不让我陪着你 他似乎想起了什么 痛苦地抓住自己的头发 话音里是无尽地懊悔 我那个时候 到底在干什么 我到底做了什么呀 他没能沉浸在悲伤中很久 小院的宁静就被打破了 我死去的消息 原本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新闻 不知是哪个网上的福尔摩斯 将死者信息和几个月前医院的 一桩闹事结合了起来 扒出了许多细致末节 苏颖在医院扇我一耳光的视频 被飞速转发 舆论哗然 小三逼死原配 没见过这么嚣张的小三 老婆被打了 狗男人还只知道护着小三 呸 恶心 看得我拳头都硬了 不得好死的狗男女 那两人我知道 跟我一个写字楼 女的天天花式撒娇 我还以为她们是情侣呢 竟然是小三 楼上的 好人有好报 记得把信息公布一下 苏颖被网报了 哭哭啼啼地来找陪景 阿景 你跟我回去吧 我们一起澄清 律所被骚扰的 都没办法开下去了 那是你的心血呀 你不能不管 阿景 阿景 你陪陪我 陪景看都没看她一眼 对她的话置若罔闻 可能是雪地里太冷 苏颖没坚持多久 跺跺脚哭着离开了 她走后许久 陪景对着我的骨灰盒 她的声音还是那么好听 温柔地像在哄我 小冬儿 我谁也不陪了 就陪着你 好不好 如果灵魂有眼泪 我的眼泪 就是这时候落下来的 阿景 你早一点对我说 这句多好 陪景妈妈住ICU的消息传来时 她终于胡子拉叉地抬头 仿佛惊醒一般赶去了医院 在这个世界上 她还剩着一个亲人 医院里 苏颖挺着肚子 一个人在病房外 焦急地走来走去 看到陪景 她那样骄纵跋扈的一个人 只扯起一个苍白的笑容 就软软地倒了下去 陪景抱住她 焦急地喊着医生 这边母亲还没醒来 那边苏颖又要生了 三条人命维系在她身上 陪景手忙脚乱地处理住院事宜 签字责任书 跟医生商讨方案 终于 兵荒马乱了两天之后 苏颖顺利产下一子 母子平安 她妈妈也在这个时候苏醒了 陪景终于松了口气 她可能忙忘了 我的骨灰盒还存放在老宅 她走的时候 还说了很快会回来陪我呢 陪妈妈醒来第一时间 就想见见自己的小孙子 新生儿在奶奶的怀里睡得很香 陪妈妈感激地握着苏颖的手 好孩子 辛苦你了 她又转向陪景 声音苍老又虚弱 小景 这几天 我和小颖都走了一趟鬼门关 多亏了小颖这孩子 承受这么大压力 还生了个金孙 妈就是听到孙子的哭声 才活过来的呀 她叹息着 木冬就是倦 好强 死都要报复你一遭 你看看 她把你和小颖害成什么样了 她将陪景和苏颖的手拉着 水灵灵的像黑葡萄一样招人喜欢 阿景快看 她睁开眼睛了 苏颖兴奋地摇着陪景的胳膊 在她眼前是关心自己的母亲和新生的幼子 她是那么柔软 那么可爱 那么需要人呵护 还有身侧的苏颖 开心中有些小心翼翼的模样 像是生怕自己会推开她 清晨的阳光是崭新的 透过玻璃窗洒进病房 金黄温暖 仿佛带着重获新生的力量 陪景沉默了很久 很久 最后 她轻轻叹了口气 垂手抚上苏颖的脸 这段时间 辛苦你了 苏颖的眼圈煞时就红了 她紧紧抱住陪景 视而傅德班哭了出来 陪景拍着她的背 语气缓下来 没事了 没事了 陪妈妈抱着小孙儿 看着眼前重归于好的一对碧人 欣慰地笑了 明亮洁净的病房里 祖孙三代同堂 相爱的人重修于好 一派和谐美满的景象 这一切 发生在我死后的第十二天 我呆呆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在我将打工赚的钱给陪妈妈时 她也感动地落下泪来 直说好孩子 苦了你了 在我跟父母决裂的时候 陪景也是像这样哄着我 没事了 小冬儿 有我呢 二十几年的回忆像走马灯一样 一幕幕闪过 温柔的 开心的 紧张的 疲惫的 陪着我的 逗着我的 宠着我的 深爱我的 还有 不再爱我的 全都是陪景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不可遏止地大笑起来 大错特错 大错特错 原来我到死 也没真正醒悟 到这一刻我才发现 我内心深处 依然对陪景心怀希望 原来 我根本没有相信过她 彻底不爱我了 就算是死 纵然是死 在我心中的某一处 依然隐隐期待着 期待着 她知道我死了之后 会是怎样的追悔莫及 期待着 她对我的痛苦感同身受 期待着 她真心诚意地对我愧疚 说到底 我不过是期待着 她还爱我罢了 哪怕这点爱 需要用死亡来唤醒 太蠢了 我真是太蠢了 明明所有 她不爱我的证据 都摆在眼前 我还闭目色听 一心沉浸在 死去感情的残骸里 妄图从早已腐烂的旧爱中 找出片履牵挂 以求宽慰这一生的用情深重 暗夜已尽 所有的灰暗悲伤 都被留在昨日 阳光像祝福般 慷慨地洒给每一个人 整个人间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欢声笑语 只有我苍白的魂魄 在阳光下空洞残破 世界上应该没有什么 比变了新的爱人 更无情吧 出院后 裴景迅速和苏颖 办了结婚证 给了她和孩子一个名分 对于网上的谩骂 裴景冷静地按程序警告 发律师函 还杀鸡警猴告了一个 对方的赔款和道歉 被公示了半个月 裴景是业内有名的律师 这种事处理起来得心应手 网上的声讨 很快掩齐息鼓 但苏颖还不满意 她那样不肯吃亏的性子 因为我被网报了 又怎么会不报复回来 她写起了小作文 在她的煽情十足的描述里 她和裴景才是真爱 而我只爱钱 为了钱财纠缠裴景 因为我无法怀孕 裴妈妈早就巴布地 让裴景跟我离婚 好把苏颖娶进门 所以她适时地出来 直播作证 我儿子的前妻 是个很物质的人 大学谈恋爱的时候 就经常找我要钱花 非常贪婪 当初的转账记录 被简单地辟了一下 调换了收款方和汇款方 展示出来 这样的女人 我儿子看清她的本质之后 根本不喜欢她 是她借口怀孕 逼着我儿子娶了她 婚后才发现 她不仅没怀孕 还根本就怀不上 她用引人遐想的语气叹息 他们大学是异地恋 也不知道她都乱搞了些什么 年纪轻轻就不能怀孕了 小颖是个好姑娘 那天在医院 也是为了护着小警才打了李木东 白白背了那么多骂名 委屈她了 这些话里有漏洞 一些人感觉出来了 但有陪警的律师团队在 没人愿意蹚这浑水 还有一些人 则相信了他们的说辞 哇 小姐姐好撒 霸气护肤 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 有时候他们只是遇见彼此晚了一点 好羡慕 不知道我的那个她 什么时候才能跟她老婆离婚 或者也可以跟林木东一样 自己去死啊 哈哈哈哈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以后会永远幸福的 相爱的人会永远幸福的 祝福 永远幸福 直播间里 是漫天飞舞的祝福和礼物 而我 成了那个贪慕虚荣 作风不正 怨毒刻薄 活该早死的前妻 裴景知道以后 发了很大的脾气 制止了苏颖 但她没有为我澄清 也是 她们现在是一家人 是利益共同体 我要是被澄清了 不是明黄黄 打苏颖的脸吗 死人哪有活人重要 网上的热度持续发酵 很多小三都成了苏颖的拥顿者 他们支持她 羡慕她的成功 顺便添油加醋地造谣我 甚至拿我当玩笑的梗 辟图戏弄 希望我家那位的老婆 会是下一个林木东 阻挡真爱的人 都跟林木东一起去死 林木东是个懂事的 希望那位也学学 这出怪诞的闹剧里 清醒的人在沉默 无耻的人在狂欢 我冷漠地看着脏水 一盆盆泼在我的身上 死人 不会说话的死人 怎么敌得过舌灿莲花的活人 我没想到的是 这个时候 居然还有一个声音坚定地维护我 木东是个很好的姑娘 你们不能这样污蔑她 那个声音沙哑悲淒 是我妈妈 我迷茫地看着她 她看上去比上次见老了十几岁 消瘦的面容上 眼神却像一个斗士般坚定 爷爷奶奶去世后 她曾经来找过我 苦苦哀求我跟她一起住 她愿意弥补那些年的空缺 我不肯原谅她十几年的缺席 况且那个时候 我有陪景啊 我以为 我不再需要任何人 妈妈抱着一个小时候送给我 后来又被我还给她的布娃娃 哭得泣不成声 在她自责的言语里 我才明白了她的苦衷 原来 我很小的时候 爸爸就出轨了 妈妈受不住打击 抑郁非常严重 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甚至会出现幻听 幻觉 她怕她会伤害我 所以才送走我 一个人接受治疗 没想到 我长大后已经不再需要她 更没想到 我会重蹈她的覆辙 把命送了 木东那么喜欢陪景 跟我提起自己的生活 句句都是她 一心一意 她怎么可能是你们说的那种人 那个苏颖才是第三者 是她破坏别人的家庭 害死了我女儿 苏颖有点慌了 她抛下陪景的警告 使出浑身解数对付我妈 生怕舆论转向 她扒出妈妈离婚 还跟我多年没有联系的事 这么多年不联系 人一死就来了 还不是老了没人养 想起来用女儿的命额钱 难怪没人要 真恶毒 老妖婆就是要吸女儿的血 妈妈几十岁的人了 在网上怎么斗得过苏颖 和她身后的粉丝 她无力地为我申辩 网上斗不过 就举着牌子在陪景的律所门口 要她出面为我澄清 但苏颖哭着求陪景 阿景 现在是那个疯婆子攻击我 我总不能不反击吧 你让别人怎么看我 怎么看宝宝 看着幼小的婴儿 陪景还是妥协了 她疲惫地走出来 看到我妈妈 眼神有些闪躲 阿姨 网上的事很快就会被遗忘 这段时间 您先别看 啪 妈妈打了她一掌 指着她的手指都在颤抖 木冬究竟有什么对不起你的 你出轨 她死了 你还要这样给她泼脏水 陪景低着头 只说了一句抱歉 我会补偿您一笔钱 转身回了律所 保安拉住我妈妈 任由她的哭声回荡在门口 木冬 妈妈没用 妈妈对不起你 是妈妈没教过你 才让你识人不清啊 识人不清 识人不清 我喃喃念着 无尽的悔意涌上心头 我后悔了 我早该明白 我若是重要 几个月时间 陪景怎么会发现不了我的病痛煎熬 任由我一个人孤独死去 我若不重要 我的死又能有几分重量 能困又陪景几时 我确实希望她痛苦后悔 可知希望 万万不该寄托在 她那不值以前的感情和良心上 我应该亲自动手 将她推入地狱 一念明了 记忆里少年的影子逐渐模糊 一直以来禁锢我的牵绊 消影无踪 我不该死的 该死的是他们 就在我想明白的这一刻 虚空中想起了恍若欣慰的叹息 白光茫茫包裹过来 我的灵魂渐渐消散 胃癌早期 要尽快动手术 预后好的话 可以不做化疗 熟悉的话语响起 眼前医生的脸渐渐清晰 我看着身边的环境 还有手上的检查报告 意识到 我重生了 就重生在前世 我撞见裴景和苏颖 最狼狈的那天 一切还来得及 我迅速做了决定 麻烦您尽快安排手术 用最好的方案和药物 我会全力配合治疗 前世 我得知病情以后 慌乱无措 第一个打电话给裴景 想让他陪我一起做决定 不过现在我知道了 他这会儿正在陪苏颖缠检 没功夫理我 离开诊断时 我静止去了妇产科门口 他们果然在这里 裴景还是那样 小心地扶着苏颖出来了 这个前世 令我伤心失控的画面 再次看见 心中已是波澜不惊 我拍下了他们的照片 转身回家 要动手术的人了 还是要好好休息 我将照片发给了苏颖 她以为我在质问她 挑衅地回了一句 我怀的是你老公的孩子 他陪我做产检 又怎么样 谁叫你不会生 我将胃癌检查单发给她 附上一句 我快死了 阿景让给你了 好好照顾她 苏颖狐疑地发了一个问号过来 我没再理她 天欲使人灭亡 必先使其疯狂 不先让苏颖得意 她又怎么会自寻死路 我查了一些胃癌手术的资料 看了十几分钟后 轻车熟路地打开苏颖的微博小号 如我所料 苏颖抑制不住喜悦 将我和她的聊天记录 发在了小号里 佩文 姐妹们 我要转正了 下面是一片祝贺她的消息 前世 苏颖就是用这个号 写小作文秀恩爱 污蔑我 收获了一大堆粉丝 并且煽动他们 一起给我泼脏水 有很多小三叫苏颖老师 找她出主意 苏颖也很乐意指点他们 这中间有一位叫小莫的 很特别 她是某个富商的小三 一心想怀孕转正 前世 她也确实在苏颖的窜多下成功了 可惜那位富商的妻子 不像我这样好欺负 是个厉害角色 不知用什么手段 让那个女孩 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前世 她处理完小莫 还不能泄愤 一直在找小莫的军师 同为被出轨的妻子 我想 我至少应该帮她 找到苏颖 还是那张照片 我将她发给了裴景 陪景立即打来电话 我挂了 她继续打 我关机 和前世一样 陪景匆匆忙忙地回到了家 想跟我解释 这一次 我没有直接将她拒之门外 她态度急切 木东 你听我解释 那只是个意外 我妈知道以后已死向逼 想要留下苏颖肚子里的孩子 又是那些话 她身上还留着苏颖的香水味 令我恶心 我大可以赶走她 跟她断个干干净净 可那样太便宜她了 毕竟我知道 不多时 她就会从这段婚姻里走出去 然后和苏颖一起开始新生活 于是我将手轻轻抚上小腹 露出失落的样子 阿景 要是我们的孩子还在就好了 你也会这样珍惜她吗 一句话勾起了回忆 陪景的脸色末地变了 慌得不知该如何安慰我 眼里都是愧疚和心疼 木东 我以为你不喜欢小孩子 他当然会这么以为 那时我们刚毕业 陪景还不是今天这样西装革履 声名鹤意的律所合伙人 作为一个实习律师 陪景每天被沉重繁入的卷宗 压得喘不过气来 马不停蹄的加班是常态 我每天一下班 就赶回去给她做吃的 自己顾不上吃一口 便拎着保温筒 挤上一个小时的地铁 去给她送饭 意外就是那个时候发生的 那天一个败诉的男人 藏在律所准备报复陪景 那把椅子砸下来的时候 我几乎是下意识地 扑在了他身上 背上的剧痛 让我眼前一片漆黑 我听见陪景撕心裂肺地 吼着救护车 声音都变了 我并不后悔挡了那一下 只是万万没想到 当时我已经怀孕了 两个月的胎最是不稳 那一砸 就砸掉了我们的孩子 并且将不亦怀孕 我醒来时 陪景已经两天没合眼 眼圈和下巴都一圈乌青 她抚摸我的额头 柔声安慰我 反复说着没关系 小冬儿没事就好 都会好起来的 那天半夜 我在病房醒来 没看到陪景 走出去两步 看见她在走廊 她将头和拳头 死死抵在医院的墙上 哭得肩膀一耸一耸 对着墙一遍遍压抑着嚎啕 对不起 小冬儿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悄悄回到病床上 那时我想 连我划到手指 都要紧张半天的陪景 说要保护我的陪景 怎么受得了 我为她受这样的伤害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 为了减轻她的愧疚 我一直都假装不在意 说我最烦小孩子了 呵 真是瞎操心 她能记多久 其实苏颖没有多聪明 陪景的心 也没有多难控制 不过就是利用她的保护欲 愧疚感 再加一点失去的危机感 我和陪景 毕竟有着十几年的牵绊 这要用其手段来 比苏颖有效多了 只是我不屑于那样做 我觉得感情是真诚的 哪怕用一点手段 都是玷污 所以前世我只是沉浸在悲伤中 赌气似的把自己枉死路上滴 可惜陪景不配那样的感情 她只配被利用 被虚假的感情操纵 耍得团团转 我笑了 用上落寞的语气 我怎么会不喜欢小孩子 我只是怕你内疚 没想到你早已经忘了 每年的八月二十日 也只有我记得悼念 陪景没想到 那件事对我的影响那么大 眼中的愧疚更深了 木冬 对不起 我不知道 愧疚是个好东西 可惜前世他愧疚的时候 我已经死了 人死了 滔天的悔意 也会随着时间流逝 随着亲人排解 淡化 消失 但现在我活着 我不仅不让他淡化 还要继续给他加码 不重要了 陪景 我语气平静 今天你陪苏颖 缠检的时候 我就在隔壁科室 查出胃癌了 陪景勉强维持的镇定 彻底碎裂了 他紧紧抱着我 声音都在颤抖 不会的 小冬儿 我陪你去再检查一遍 就算有什么 我也陪着你 可我不想看到你了 陪景 我推开他 语气平静 我们离婚吧 手术时间安排得很近 我积极做着准备 这几天 陪景天天守在家门口 求我给他一个机会 他没有像前世那样 要我等等他 然后就放任我一个人 熬过那段痛苦的时光 也是 就我那哭哭啼啼 痛彻心扉的样子 怎么看怎么好拿捏 哪里有半分 放得下他的样子 也难怪 他放心 让我等他几个月 不过就是 伤心痛苦吗 林木东 怎么会真的 舍得离开陪景呢 他大概以为 只要他回头 我永远在原地等他吧 但这次不一样了 我很平静 平静地让他慌张 况且还是在他 歉意最深的时候 所以 无论我怎么冷戴他 他都非要守着我 跟我解释 求我原谅 木东 那天 我们打赢了一个 大案子去庆祝 我真的是喝多了 苏颖笑起来好像你 我很久都没见过你 开心自在地笑了 所以那天 我一时看错 我面无表情地听着 终于忍无可忍 你别再侮辱我了 裴景 他像我 我有插足过别人的感情吗 我有怀上私生子吗 我会恬不知耻地嘲讽 别的女人不能怀孕吗 我把苏颖的小号打开 将她秀给我看的恩爱 挑衅我的话 一一泛出来 裴景一条条看着 脸色越来越白 最后 他失魂落魄地离开了 晚上 苏颖怒气冲冲找上门来 林木东 你到底做了什么 裴景疯了吗 他居然要我打掉孩子 他声音尖刻 很是过躁 我不得不退了一步 离他远点 我瞥他一眼 语气很淡 一个私生子 他又凭什么出生呢 苏颖愣了一秒 恼羞成怒地扑上来 林木东 你这个贱人 我也没惯着他 啪 这一巴掌 响亮清脆 苏颖的脸 立刻肿了起来 还挂了几条血痕 我细细端详 很是满意 不错 比前世 他打我那一掌重多了 苏颖彻底气疯了 待还要闹 被随后赶来的裴景 死死拖住了 他没看一眼 苏颖脸上的眼泪和伤痕 只是定定看着我 木东 对不起 我不会再让他打扰你了 我冷冷看着苏颖被拖走时 不可思议的眼神 或许他怎么都想不明白 短短几天 对他百依百顺的裴景 随他挑衅欺负的原配 怎么突然都不受他控制了 他以为是他厉害 是他有魅力 其实 不过是因为过去他用的是手段 我用的是真心 而如今我已经明白了 真心抵不过手段 那大家不如一起 把感情当实验场 解剖分析 掂量权衡 谁又学不会呢 动手术时 裴景执着地要陪我 我没搭理他 任由他围着我 忙上忙下 有人照顾自然是好的 毕竟是自己的身体 何必堵着口气 不过我还是另外请了个陪护 叫丹丹 是个很热情的小姑娘 当着裴景的面 我跟丹丹交代 万一在手术中遇到任何不好的情况 医生问意见 都回答全力救治 我指了指裴景 我跟这个人已经在走离婚程序了 他说了不算 裴景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样子很受伤 木东 你对我就这么不信任 你觉得 我会不尽全力 保全你的命 我冷笑 你都出轨了 还跟我谈什么信任 裴景立即腿了下去 单单防备地看了裴景一眼 郑重点头 姐姐放心 我一定会坚决维护你的 裴景对我的手术很上心 请了最好的医生主刀 手术非常成功 可以不做化疗 卸下了这颗定时炸弹 我松了一口气 住院一个多月 我将所有烦恼都抛诸脑后 不闻不问 一心一意养身体 等我彻底康复的时候 才觉得真正的重获新生 同时 我也得到了苏颖的消息 一个月前 我给他埋的那颗雷 终于爆了 小莫仗着怀孕逼宫 富商妻子收拾了他之后 又寻着信息 找到了苏颖 这个窜多者 听说他们找上门那天 苏颖的惨叫 周围几栋都听见了 不过 周围邻居都知道 他是什么角色 也都见过他的嚣张 没有人救他 只是帮忙打了个电话 孩子没保住 苏颖的脸也毁了 陪妈妈看到这一幕 当场就晕过去了 现在还没醒 单单照顾我的这段时间 把事情打探得清清楚楚 跟我讲的时候 还一脸大愁得抱的痛快 我笑着捏捏他的脸 快去买个蛋糕 来庆祝庆祝 陪景还是不肯跟我离婚 于是我找到了他的对手 杨律师 请他帮我起诉离婚 杨律师听说 有机会打败陪景 眼前一亮 斗志昂扬 这个官司要是赢了 杨律师的声誉必将大胜 陪景出轨的证据明确清晰 他这段时间 因为苏颖的是声名狼藉 焦头烂额 不能全力应对 这个官司几乎是必赢的 看到起诉书 陪景沉默了很久 木东 我们真的要走到这一步吗 我漫不经心 要啊 怎么不要 以前他遇到麻烦 总是由我鼓励他 陪他一起解决 现在 我不仅默不关心 还落井下石 陪景揉了揉眉心 提背开口 不用那么麻烦了 这些条件 我都答应 他语气哀求 就是 再给我一次机会 好吗 我真的后悔了 他懊恼不已 我们一起长大 一起经历过彼此人生中 所有重要的时刻 我怎么会鬼迷心窍 背叛你呢 想起前世我死之后 陪景那短暂的伤心 和后面的果决无情 我听不下去了 陪景 收起你的虚伪吧 你恶心到我了 谁要他那廉价的忏悔 陪景几乎是净身出户 曾经赠予苏颖的别墅和礼物 也都被一一清算收回 现在 都在我的名下了 我喝着丹丹给我炖的药扇 看看窗外 已是秋景萧瑟 桑鱼木井 也该释怀了 这么多年 我第一次主动给妈妈打去了电话 电话立刻被接起 那头 是妈妈欣喜的声音 我们终于跟自己 也跟对方和解了 陪景一直没有放弃 他说 他要重新把我追回去 好好珍惜 这天我散步的时候 他又跟来了 我已经习惯 无视他的存在 跟我妈打着电话 他谈起上次 给我介绍的男朋友 说对方非常满意我 问我觉得怎么样 我说还不错 人很体贴 长得也帅 可以试一试 挂掉电话 看到陪景通红的眼睛 小冬儿 你不能跟别人在一起 是吗 那你怎么和苏颖在一起的 我向陪景指出一点 你搞清楚 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 我今后和谁恋爱 嫁给谁 都与你无关 陪景捏如着 没有说出话来 正对峙着 一辆急迟的车 突然对着我冲过来 小心 陪景迅速推开我 自己被迎面撞到 鲜血占据了我整个视线 驾驶座上 苏颖疯狂地大笑 脸上的伤疤 争鸣的跳动 你毁了我 是你们一起毁了我 都别想好过 一起去死吧 苏颖很快被制服 而陪景送到医院时 已经快不行了 弥留之际 她抓着我的手 说要告诉我一个秘密 小冬儿 表白那天 我是故意没有撑伞的 她用苍白染血的脸勉强 露出了一个狡黠的笑容 那天下雪 我偷偷许了愿 要一起白头 小冬儿 我们也算 一起白过头了吧 我打断她 说你保住你的命就好 别的我不想听 她笑容淡下去 轻轻应了一声 嗯 然后再也没了声音 就是这个人 她曾经给过我 最安心的怀抱 也曾彻彻底底地 伤害我 背叛我 我的心 还是饥不可查地 痛了一下 为什么人的感情 这么脆弱 会半途走散 能轻易被迷惑 一定要失去了 才知道珍惜吗 岁目天寒 暮雪飞飞 我再次回到空寂的小院 前世 我就死在这个冬天 隔着一室的惨烈狼藉 这片雪地 依然那么纯洁无瑕 我安静地看了一会儿 大雪漫天坠落 像一场盛大的葬礼 将十年前 那个少年的足迹 掩埋得干干净净 埋葬了最初的心动 和最诚振的爱意 仿佛这里不曾有过一场少年的忌动 也不曾有过一个女孩 曾满心欢喜地 把自己的心交给她 以为那就是一生一世 第一是陪景翻外 或许是因为目东妈妈的话 一直在耳边盘旋 这天晚上 我久违地梦见了她 那时 我正因为被送到乡下 而意义不乐 听到清脆的笑声 抬眼望去 看见一个漂亮的小姑娘 在鞦韆上荡着脚丫 唇一盎然 柔嫩的绿色藤蔓 浮过她笑得弯弯的眼睛 无忧无虑的样子 一下就感染了我 我的唇角 不自觉地翘起来了 后来我们玩到一起了 我也随她爷爷奶奶 一声声叫她小冬儿 小冬儿总是很快乐 搬家的蚂蚁 多开了一半的花 能吹出哨声的柳叶 都能让她兴致勃勃玩半天 就算是被欺负了 最多也只哭一会儿鼻子 就眼泪一抹 重新高兴起来了 我问过她 为什么跟爷爷奶奶 一起生活 她爽快地回答 因为爸爸妈妈吵架 都不想要她 我有些同情 可她自己却不觉得 我抱怨爸妈的时候 小冬儿认真听完 然后来安慰我 叔叔阿姨 也都在辛苦工作 他们一定也很爱你 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付出 我们就开开心心的 不用他们担心 好不好 自从被送到乡下 我一直在生爸妈的气 但有小冬儿的存在 有她每天清脆的笑声 我突然觉得 这样的生活 好像也不赖 尽管每次打电话 我妈都叮嘱我不要跟那个乡下脏丫头玩 可我就是喜欢小冬儿 我希望她永远都那么快乐 我喜欢逗她笑 喜欢送给她一大堆零食和玩具 我只希望她能开心 她开心的模样像个小太阳 足以照耀我 温暖我 那时候的我就在想 长大了 我一定要娶小冬儿 永远和她在一起 可是梦里的小冬儿 突然化成一片雪 随风吹散了 我急忙伸手去抓 双手却只能徒劳地 在空气中穿过 摊开掌心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了 小冬儿 她去哪了 我猛然惊醒 心口还有阵阵隐痛 我不得不深呼吸几次 才将痛意和林木东这个名字 一起压下去 压在心底不见天日的地方 已经是早上了 阳光照进来 婴儿床上的宝宝还在酣睡 外面 母亲正在喊 快起来吃早餐了 生活优渥 前程似紧 一切都很好 很好 未来还很长 生活还有很多希望 我告诉自己 我没有理由过不好 但我还是小看了一个母亲的力量和决心 事情突然急转直下 林妈妈的声音虽小 却从不放弃 无论遭到什么样的谩骂和侮辱 都依然坚定地发生 渐渐地 一些原本保持沉默的人 再也看不下去了 一对狼心狗肺的贱人 欺负死了前妻 还欺负老人家 敢做不敢让人说呀 我就要说 渣男小三都去死 那个苏颖太恶心了 不知羞耻还拿出来炫耀 她微博下面都是群什么玩意儿呢 都是小三呗 一个个脸都不要了 还有什么做不出来 在这些谩骂里 我注意到一条 还有那个恶婆婆 一张嘴就知道造谣 林木东是我室友 大学一直在打工给渣男家里还债 累病了好几次 怕渣男内疚 还傻乎乎地不告诉他 结果现在被忘恩父义老太婆这样造谣 真是太为他不值了 我的心骤然紧缩 大学的时候每次见面 木东明明都很好 他明明都说他过得很好 母亲一直不喜欢木东 但在我们过得最艰难的那几年 他是认可木东的 原来是因为这个 后来我们一直没有生孩子 他又开始厌弃木东 暗地里总是想让我们离婚 我会让苏颖生下那个孩子 主要也是因为 母亲对木东无休止的怨愤 我侥幸地想 有孩子了 他就不会再逼迫木东了 我们会好好在一起的 我只是暂时委屈木东一下 我总以为 只要撑过了那十个月 一切就会好起来的 只要木东再等一等我 他总是会等我的 可后来 胸腔深处 某种我无法承受的东西 蠢蠢欲动 急欲破土而出 我用力甩了甩脑袋 不能再想了 苏颖又一次来找我哭闹 那个疯婆子又来了 她还找了律师帮忙 阿景 你快联系一下那个杨律师 要她不许帮那个老妖婆 自从跟苏颖结婚以后 总是有这些没完没了的是非纷扰 杨律师 杨赵 那是我的竞争对手 死对头 她怎么会放过 扳倒我的机会 我有些疲倦 但并不想跟苏颖多说 我联系了杨赵 告诉她 以后她手上的案子 我都不参与 只要她别插手这件 杨赵冷笑 裴景 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一样冷血吗 做出这样的事 简直给我们律师蒙羞 这个案子 我们律所会负责到底 杨赵说到做到 他已婚内出轨 造谣侵犯他人名誉权的罪名 起诉了我们 并将起诉书在网上公开 这下 之前被我用律师函震慑住的人们 再没了后顾之忧 蜂拥而上 我和苏颖的社交账号全部沦陷 手机一天24小时 不停收到谩骂信息和电话 母亲也被小区里 其他老太太孤立了 出门买菜被指指点点 甚至被砸臭鸡蛋 他气得破口大骂 狼狈地逃回家 再也不敢出去了 苏颖不愤 发动粉丝一起还击 管不住自己的老公 就该多照照镜子 来这里撒什么疯 找盈姐姐撒气 就羡慕极度恨呗 一群黄脸婆 回厨房干活去吧 这么大火气 没人疼没人爱 那分泌失调了吧 哈哈哈哈 在这场骂战中 有个林妈妈的支持者气不过 放了狠话 一群不要脸的猖狂小三 允许你们存在 简直侮辱我的眼睛 等着我顺着网线 一个个把你们揪出来 到时候 一个个可别求饶 真是一团糟 这段时间 林木东这个名字 一次次出现 他的付出 他的专情 他受的辜负 不停被人翻出来 贴到我眼前 用以谴责我的冷血无情 于是那些过往 总会在我猝不及防的时候 冲进我的脑海 躲无可躲 我又梦见了他 那是刚答应我求婚的木东 记得我才刚跪下 就被他拉起来 欢快地说了我愿意 一秒也没让我紧张忐忑 那一刻 我满心感激 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我在心里发誓 要将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 都捧到他面前 保护他永远快乐无忧 他是我年少时最大的愿望 是我奚弱性命的小冬儿啊 可惜世事无常 后来家中破产 父亲去世 母亲整日悲怨 就连小冬儿都变了 他变得很好 在我无暇顾及他的日子里 挑不出毛病的好 我却莫名有些失落 他是不是不那么需要我了 后来苏颖出现 他是那么像过去的小冬儿 信任我 依赖我 会因为我的一点是好 开心不已 我只觉得心底空缺的那一块 似乎被苏颖填补了 于是一步错 步步错 我怎么就忘了 我的小冬儿 本就一直都在我身边啊 恐慌感袭来 我再次从梦中惊醒 冷汗沉沉 忘记吧 我坚定地对自己说 苏颖和他粉丝过往的言论 被扒出来 不知是谁 专程截图发给了我 求问 怎么才能让他离婚的时候 不给抚养费 抚养费是小事 怎么让他放弃抚养权啊 我才不想当那个破孩子的后妈 姐妹别怕 当后妈有什么大不了 我家那个小崽子被我降得死死的 还不敢跟他爸告状呢 那有什么 我就吹了几个月枕头风 撒撒娇 他爸自己就看他不顺眼了 天天都想揍他 哈哈哈哈 还有苏颖得意的补刀 我就不一样了 林木东几年都没下一个蛋 还一分钱都没带走 就主动把位置腾出来了 哇 姐姐命真好 好有福气啊 羡慕 我的心肩颤了颤 握紧了拳头 人性总是趋利避害 太痛苦了 就会下意识地逃避 所以我一直躲着这个名字 躲着关于他的回忆 不去看 不去想 可当这些羞辱赤裸裸摊在我眼前时 我才发现 我依然忍受不了木东被欺负 我拉开门想去找苏颖 又骤然顿在原地 欺负木东 欺负得最厉害的人 明明就是我自己 我颓然坐在地上 我在想 那天在医院 木东越过人群 看向我的眼神 究竟是有多绝望 回忆的画面 还没来得及清晰浮现 心中已是警灵大作 忘记吧 别想了 林妈妈坚持要网报的人道歉 而那句顺着网线 把你们揪出来 也不是说说而已 一夜之间 苏颖粉丝的底细 被扒了个底朝天 很快 那些隐藏在ID后面的个人信息 社会关系 甚至插足了哪个家庭 都被公布了 粉丝们请客间 坐鸟受散 落荒而逃 但被插足的原配 并不会就此放过他们 最后 还是被揪了出来 在林妈妈的要求下 他们手写道歉信 举牌录视频道歉 镜头里 对木东口吐恶言的年轻女孩们 再也没了气势 如惊弓之鸟般 局促地道歉 林木东 对不起 至于苏颖这个导师 自然也没有被放过 从律所回家 看到楼下门口 有一圈人围着起哄 打呀 打呀 狗咬狗 这叫恶人自有恶人魔 闹出大笑话了吧 活该 看到我 他们笑得幸灾乐祸 自动散开一条道 人群忠心 母亲和苏颖撕扯在一起 两个人都叫马不休 我走上前 将他们分开 母亲看到是我 急忙紧紧抓住我的胳膊 小金你可回来了 快把这个贱人打死 他苍老的脸上气得通红 一口气堵着 好不容易才说出话来 苏颖生的孩子 不是你的 原来 几天前 有人将苏颖同时 跟多人交往的证据 给了母亲 并业于她去做亲子鉴定 母亲没有打草惊蛇 偷偷去做了鉴定 今天拿到鉴定结果的那一刻 母亲一下就崩溃了 冲下楼就给了苏颖 一个大嘴巴 两人就此扭打在一起 给周围人好好看了场热闹 原来 不是我的孩子啊 我本该愤怒的 可我只感觉到麻木和疲惫 还有一点尖锐的刺痛 就是为了这样一个 不清不楚的胎儿 我纵容苏颖 打了木东 我究竟在想什么呢 想着那样懂事的木东 最后一定会原谅我的 是吗 裴老太真是活该 呸 那么好的媳妇给欺负死了 还把个小三当宝 活该被打 这种货色 也就他家不长眼赶去 苏颖捧头乱发 终于受不了指点和羞辱 彻底失去理智 骂声尖利 我就是有这个本事 让男人抛弃发妻娶我 怎么了 我年轻漂亮 多的是人喜欢我 你们不服 你们憋着呀 我看着状若疯狂形容丑陋的苏颖 困惑地想 我当初怎么会觉得 她像小冬儿 苏颖自私跋扈 丝毫不顾他人感受 她的快乐 常常是踩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 而小冬儿快乐 是因为她乐观豁达 对于很多伤害 她根本就不放在心上 一笑置之 积极面对 苏颖怎么配向小冬儿 头疼欲裂 小冬儿刚走的时候 我如同行尸走肉一样 经历了生门死门 失魂落魄 太阳出生时 我安慰自己 试着以以 我还有应尽的责任 还有心的生活 我要忘却过去 太痛苦了 我接受不了 我只能让自己忘记 可现在 鲜活明媚的小冬儿 再一次在脑海里清晰浮现 我再也克制不住去想她了 那些被我刻意遗忘的痛苦 转瞬间翻涌而来 心脏震震顿痛 我后悔了 记忆里一直小心避开着的那片雪 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将我淹没 将我带回十七岁表白的那个夜晚 雪色与月色间 小冬儿笑意盈盈 阿景 我也喜欢你的 雪花温柔洒落 落在我的头上 也落在小冬儿的头上 我们就那样白了头 一直以来死死抵御的防线 终于被彻底击溃 我跪倒在地 听不见周边任何动静 脑子里只有一个声音 小冬儿死了 小冬儿死了 她就孤零零地死在那片雪地里 她活着的时候 见到我的最后一面 我正护着苏颖 任由她打了小冬儿 还让她别闹 她活着的最后一段日子 我天天陪着苏颖 任由她一个人 忍受病痛的折磨 她死前的最后一通电话 是打给我的 可我没有接 她死前看到的最后一幕 是手机上 我呵护着别的女人的场景 我愣愣地待在原处 心里某处开始坍塌 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在迅速离去 我慌了 只想抓住点什么 什么都好 我冲上楼 企图找到一点点 小冬儿留下的痕迹 她亲手勾的杯垫 她爱吃的瓷疤 她挑选的地毯 她喜欢种的花 然而 我什么都没有找到 那些属于小冬儿的痕迹 早就被苏颖清空了 我站在空荡的房子里 找不到一件熟悉的东西 天险地转 失去小冬儿的痛楚 时隔三月 欲酿欲浓 在这一刻 一起向我奔袭而来 我终于坠入了 无尽的痛苦深渊 扬照替林妈妈打的官司 赢了 我没有丝毫抵抗 我早就自己倒下了 什么都可以赔给她 我什么都不想要了 我只是苦苦哀求林妈妈 带我去见一见小冬儿 我知道 小冬儿被她带走了 我只想跪在小冬儿的杯前 为我做的每一件混账时忏悔 可她怎么都不肯告诉我 小冬儿葬在哪里 是你害死了她 也是你 把她的骨灰 遗弃在老房子里 林妈妈愤怒地推开我 别惺惺作态 让人恶心了 我无力地垂下手 是啊 那些就是我对小冬儿做的事 我有什么脸去祈求她原谅 祈求来世还能在一起 我没有弥补的机会了 再也没有了 小冬儿走后 我在人间晃晃荡荡 已经有一年了 母亲那天吵完架 就脑溢血偏瘫了 而我的精神状态非常不好 常常出现幻觉 经鉴定已无法照顾他人 于是她被送入了一所又小又破的养老院 母亲也有些糊涂了 看着不算明亮的养老院害怕 拉着我 口齿不清地问 暮冬呢 我不想住在这里 快让暮冬来接我回去 或许我们都一样 只有过得不好了 才能想起暮冬的好 我一分钱也没给苏颖留 她的日子过得举步维艰 还得东躲西藏 孩子早已经交给别人领养了 听说这一年 苏颖已经被人打了好几次 人人都说没看见 不知道是谁干的 其实我们都知道 是那些深受其害的妻子在报复 苏颖被狠狠收拾了几次 往日的骄傲跋扈 被搓磨得干干净净 只能畏畏缩缩地躲在城市的角落讨生活 像只见不得光的老鼠 这些我都懒得关心了 我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幻觉 总是看到小冬儿 幼时欢快调皮的小冬儿 少女时期明媚张扬的小冬儿 为人妻后温柔甜静的小冬儿 可最后都会定格成我见她的最后一面 那个眼眸里只剩破碎绝望的林木东 我一次又一次从幻觉里感受到心如刀割 却一次又一次甘愿沉沦进幻觉里 因为可以看见小冬儿 但幻觉终究是要醒的 天大地大 整个空旷的人间 我终究是再也找不到小冬儿了 烟花乍响 人生鼎沸 抬眼已是一年中 我的精神越来越差了 我放任自己流浪在寒风凛冽的街头 在现实与幻境构成的地狱里来回求度 小冬儿最后的眼神 是我永不愈合的伤口 可能是因为太冷了 冷得我已经失去了知觉 可这一次我看见的和以往不一样 我仿佛看见小冬儿还活着 过得很好 他治好了病 跟我离了婚 没再受到任何伤害 他还跟妈妈和解 有了家 在大雪分阳的岁末 小冬儿回到了老家的小院 他什么都没有做 只是安静地看了一会儿雪 面容甜静 眼神平和 我躲在他身边 偷偷分享了这片雪 片刻后 小冬儿转身离开 去他的美好人间 我也就在此刻 闭上了眼 悟者 老习 母亲 感冡